下面我们学习第五节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商品 有关内部的销售收入 与内部的销售成本如何抵消 第二个问题是 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 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商品又如何经营抵消 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版书 来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抵消 假定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今天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在假公司也就是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销售收入假定是五千万 成本是四千万 然后销售给乙公司以后 假定乙公司购进来没有对外销售 那么大家想 站在一个企业集团的角度 假乙公司其实是一家人 属于同一个企业集团 虽然从个别报表上 假销售商品应当确认收入即赚成本 乙的角度够进从货 但是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相当于企业集团这个从货 由假的仓库转移到乙的仓库而已 并没有实现销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方面将假公司个别报表上 收入成本要抵消掉 同时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它的个别报表上 购进的从货成本是五千万 而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货相当于有一个仓库 落到另一个仓库而已 成本应该没有发生变化 依旧是四百万 四千万 所以我们还要对乙公司 这个从货五千万 多的一千万要把它抵消掉 这就涉及到企业集团内部 销售商品需要进行抵消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商品 它的收入和成本应该如何抵消 这里面我们分这么不同的情况来讲 首先看括号一 购买企业内部构建的商品 当期全部实现销售 如何进行抵消 这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不同的是假公司 也就是某公司 将商品销售给子公司 然后子公司构建了以后 向企业集团外部全部销售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站在一个企业集团的角度 那其实是实现销售 此时如何抵消 编制的抵消分头是 借营业收入 按照什么金额底呢 本期企业集团内部 销售商品的金额来进行抵消 同时带营业成本 问题是 这笔分头 抵消分头 我怎么去理解 下面给大家 结合一道例题来分析一下 假公司 2022年度 个别利润表彰 营业收入这一项 有1000万 系本年度向其子公司 A公司销售商品取得的销售收入 该比商品的成本是800万 销售毛利率是20% A公司构建以后 在当年 2022年将该商品 全部实现销售给企业集团外的企业 那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代表也是实现了 售价是1500万 成本是1000万 成本1000万 没错 因为A公司从假那 构进来的时候 站在假的角度 收入是1000万 站在A的角度 其实成本就是10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假公司 2022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编制这样的抵消风度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按什么金额呢 按照内部的销售收入的金额 1000万 那这笔分路怎么去理解 我下面给大家推导一下 第一次学习 我们推导一下 推导以后啊 我们理解了 以后我们做题目 那就直接写底效分路了 因为我们一个推理的过程 就像我们咱们学数学 学几何一样的 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我们先证明一下 证明以后呢 哦 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的 我们接受了 然后将来我们做题目是 就利用这个定理 不用再去证明它了 等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以后 我们编制抵消分路 那就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就可以了 问题是我今天第一次学 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站在个别报表角度 我们逐个来分析 先看站在某公司的角度 也就是假 假把这个商品销售给子公司 借银行存款 我假定收到钱了 借银行存款 带营业收入 然后接算成本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我顺便说一下 我们平时个别报表上销售商品 是带主营业务收入的 然后借转成本的时候 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森商品 但今天我们都是在讲 合并财务报表 那么在合并财务报表角度 请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那都是有表深圳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上 以报表的项目名称 作为合并报表 抵消分路的科目 所以今天呢 我们写这些分路的时候 这些科目啊 我们就直接写成报表的项目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营业收入实际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成本实际上就是 对应的科目是主营业务成本 从获对应的就是库存商品 因为在报表里面库存商品 对应的是谁 是从获 这只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好了 某个公司个别报表上 做这两米分都没问题吧 一方面确认收入 另外一方面结算成本 那我再问大家 那子公司A买进来以后 他怎么做 根据你们的条件 他买进来成本是一千万 然后呢 他把它又对外销售了 是不是 全部实现销售了 是一千五百万 我们来看一下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第一笔分路 购进来 借从货 带银行存还一千万 然后第二笔分路 他把它对外销售了 借银行存还一千五 带营业收入 确认收入呀 一千五百万 第三笔分路 他也要借赚成本 是不是 借助营业成本 带存货 成本是一千万 他买进来是一千万 好 这是个别报表上 某子公司分别是这样处理的 今天我们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大家想一想 这个销售实现了吗 我们结合前面这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如果以公司我们这儿这个图表是以公司 我们刚刚那个就是子公司吧 刚刚是那个题目是A 他向外销售了 那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代表也是实现了是不是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说这道题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也是实现销售了 那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销售收入是多少 你把假公司和A公司 就某子公司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 他们对外销售了 相当于从货有假的仓库 转移到A的仓库 子公司仓库 然后呢 有子公司这个仓库啊 对外销售了 售下1500万 那意味着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收入应该也是1500万 是不是啊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货的成本是多少 站在整个企业集团的角度 其实这个成本应该是谁的成本 应该是假的成本 而不是A的成本 是某公司那个成本 800万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这个销售也是实现了 一方面确认收入是多少呢 是1500万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截赚成本 成本请注意 13兆800万 结赚成本 因为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成本 其实是800万 好 那么一个问题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是一方面确认收入 另外一方面 结赚成本 而这两笔分路啊 其实我们在个别报表上 他两个人分别都做了一笔分路 比如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他已经有了一个确认收入 是不是啊 对应的就是这笔分路 在某公司个别报表上呢 他也有一个结赚成本 是800万的结赚成本 那么在合并报表上 其实本来就要有这笔分路 那说明什么 说明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一方面确认收入 另外一方面结赚成本 这两笔分路 在个别报表上 他们都已经做过了 那反过来说 他们做的其他的分路 都是多余的 我们需要把它抵消掉 那怎么抵呢 大家看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有个代银行送款 是不是啊 而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不是有个借银行送款吗 那直接就抵掉了 当然 等我们后面学习 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就明白了 那是在现金流量表上抵消的 因为这是银行送款 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看一下 咦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借贩一个存货1000万 贷贩一个存货1000万 直接就自动抵消了 接着就剩下什么了 我们发现 在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只剩下这么一个 营业收入贷贩1000万 而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借贩一个营业成本1000万 但这两个都还是多余的 是不是啊 我用颜色标出来的 那两笔分路 是我们合并报表要做的分路 合并报表上 本来应该有的分路 你既然个别报表上 已经有了 我就不用再编制了 把剩下其他的多余的都给抵消掉 那最后只剩下谁了 一个借贩营业成本1000万 一个贷贩营业收入1000万 我要把它抵消掉 我编什么样的分路啊 相反的分路感 所以在合并报表上 我们编制这么一个分路 借营业收入 贷营业成本 OK 这样就把某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这些多余的全部抵消了 达到最后合并报表的结果 那这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框架 来理解一下 毕竟咱们很多同学 没有编过合并报表 我一直给大家讲这么一个观念 怎么编合并报表啊 在我面前 有一张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我把某公司个别报表抄上去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抄上去 然后再合集起来 再一起 然后编制这么一个抵消分路 编这么一个抵消分路 是不是就是把某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什么营业收入啊 一千万 营业成本一千万给抵消了 然后某子公司 其他的刚才我给大家说明了 都自动抵消了 所以呢 只剩下这两个 正是我们所要的 达到这样的结果 合并报表就出来了 我们要编制抵消分路的答案 就是中间这个抵消分路 在工作底稿上 我们编一个抵消分路 然后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合并报表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这个一说 回到前面看一下 那这个答案就是这样来的 好了 我们推理了以后啊 以后我们做题目 凡是某子公司或者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销售商品 然后呢买发买了以后啊 向企业集团外部全部销售了 我编制抵消分路时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就是固定的模板了 金额多少呢 金额就是你企业集团内部的销售价格 千万不要按照外部价格 外部价格是和外部单位的 不是按一千五 是按照你们俩内部的交易 这个收入把它抵消掉 这个金额抵消就可以了 那其实理解了以后啊 以后我们做题目就很熟练了 所以合并报表 其实除了我们后面的第九届 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啊 涉及到等等 复杂一些 其实这些抵消分路 你做的多了 发现N个题目都是一样的 做到后来你做的熟练以后啊 我们希望去考这些 而不是怕这些 没考这些我感到挺失望的 因为考到这些 那都是我们拿分的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先理解 理解以后 以后做题目 发现都是这个规律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啊 顺便给大家再补充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 销售商品 购进商品 有政治税 因交税费 因交政治税什么 消向税额了 净向税额了 是不是啊 那我这刚才都没有 是不是说 因为简化的原因呢 一方面是简化 我不写出来了 更重要的一点 我告诉大家 无论你销售方的 销向税额 还是你购进 采购方的进向税额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抵销 为什么不需要抵销呢 你要想一想 因交税费 因交政治税 这跟谁打交道呀 跟税务机关呢 那税务机关 是企业集团外部单位呀 税务机关 要是我企业集团内部的 那就好棒了 是不是 那多好呀 可惜它不是的 它不是我们企业集团的 那是国家的 那外部交易 我们本身就不需要抵销 我们所有抵销 都是抵销企业集团内部的 所以这个问题 你们就理解了吗 虽然我在个别报表上 写分路 有进行税 有销向税 但是我们合并报表 在编的时候 不用管它 多好呀 是不是 变得很简单了 这是其一 其二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销售商品时 可能有运输费用 或者说我勾进商品时 有运输费用 是不是 只要你是题目告诉我们 是支付给外部 企业集团外部的运输费用 都不用抵销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购进商品 一千万 成本一千万 发生运费 比如五万块钱 我们应该说 这五万元应当 寄到从货的成本里面 我们刚才都不考虑 这些事情 一方面是简化 另外一方面 也确实不用考虑 支付给外部的运输费用 我找了个物流公司 物流公司不是我企业集团内部的 那这个是外部交易 本身是不能抵消的 所以均无需抵消 所以很多事情 理解了以后 你做起题目来 其实挺简单的 虽然有的题目 偏偏就告诉你一个运输费用是多少 就是干扰你的 你理解了 你听完赵老师的课 你理解了以后 这些问题都不是个问题 好了 那这个问题讲完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种情况 反过来 如果子 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子公司购进来 未实现对外交流 没有对外出售 其实这种类型 我们前面讲过了 购进来以后没有对外出售 没有对外出售 大家想一想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相当于存货 由母公司仓库 转到子公司仓库而已 是不是 没有实现 那没有实现的情况下 我们编制什么样的抵消分路呢 借营业收入 按照内部的销售 收入金额抵消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存货按照什么金额呢 按照未实现内部销售 损益来抵消 然后这个营业成本呢 其实就是个差弱 那这个又怎么理解 是不是 我每个问题 我们都要理解了以后 才能做分路 那下面呢 我们也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贾公司2022年 个别利润表 营业收入项目中 有1000万 系本年度 向其子公司 A公司销售商品 取得的收入 成本是800万 毛利率 毛利率是20% 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 毛利率 假的毛利率是20% A公司购进来以后 未实现对外销售 从而形成期末 从获1000万元成本 它是1000万卖来的 在A公司个别报表上 按照10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说 不考虑减值 我们到后面还要讲到 从获要减值了怎么办 那就复杂了 咱们由意盗篮 循序渐进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假公司 边合并报表时 编制这样的几项分路 借营业收入 什么金额 刚才说过 内部的销售价格 某公司卖给子公司的价格 但营业成本 带存货 存货是多少呢 未实现内部销售 损 什么意思 就是毛利 没有实现的毛利 没有实现的毛利 其实题目不是已知吗 1000万乘以20%吗 或者说 1000万收入 成本是800 是不是 那不就200万是毛利吗 那这个金额呢 这个金额就是 它的成本呢 800万呢 就是这样的分路就出来了 问题是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编制分路 下面也给大家推理一下 第一次学 我推理一下 以后我们就接受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某公司公司 个别报表上 某公司销售时 两笔分路 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这没错 是不是 子公司购进它以后 就一笔分路 它没有对外出售 借存货 代银行存款 那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大家想一想 相当于 存货有这个仓库 转移到另外一个仓库 没有对外实现 就当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转移了一个仓库 所以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那既然和平报表角度 没有交易发生 那就意味着 要把某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所有的全部要抵消掉 因为在企业集团角度来讲 没有实现的 没有销售 没有业务发生 那要把你抵消掉 怎么抵呢 我们来看一下 银行存款借房 银行存款贷房 可以抵掉的 存货贷房800 诶 存货借房有一些 我抵掉贷房的800 还剩下多少 剩下200 诶 那剩下的 我们发现 剩下的就抵不掉了 是不是 抵不掉了 我就做变个相反的分路 把它抵消掉 怎么编呢 借营业收入 我从相反的翻一下 1000 带营业成本800 带存货200 OK 那不就完成了吗 诶 这就是答案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答案 考试题考什么 就靠我们在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上 编织的抵消分路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把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然后在合并报表上 编一个抵消分路 OK 就把他们俩全抵掉 因为有一些是自动抵消的 我把抵不掉的 编一个抵消分路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呢 当我们做题目时 如果某公司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的 我就以某公司向子公司销售商品为例 如果子公司勾进来 没有对外实现销售 我就编织这样的分路 借营业收入什么金额 某公司卖给子公司的价格 带营业成本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 就是某公司的 营业成本 然后带存货 两本 其实这笔分路啊 我们刚才是推理 你这么想 其实也很好理解 在企业集团角度 相当于没有实现销售 没有业务发生 那说明什么 说明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他确认的收入 他确认的成本 都是多的 多余的 要冲掉 你刚才确认收入 是在借贷营业收入 是吧 那在合并报表上 我借营业收入 你个别报表上 借主营业务成本 我今天在合并报表上 贷营业成本 不就抵掉了吗 这样就把 某公司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甚至可以这么理解 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利润给抵消了 是不是 这个利润没有实现的 同时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按照一千万买进来的 但是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相当于从货 有这个仓库 转移到另外一个仓库 成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货的成本 应该还是多少 还是八百万 但是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是按一千万买进来的 意味着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从货不就虚增了两百吗 因此 我们代从货 其实是吧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从货 虚增了两百 从货帮抵销了 OK 那不就完成了吗 是不是 好了 以后我们做题目 那就熟练了 如果某公司 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子公司没有对货出售 我们编制抵销风度 太简单了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那就完成了 好 这就是第二种情况 当然了 也有同学 听完以后 他想 这可挺麻烦的 我们喜欢怎么做 我们编合并报表 可不可以这样 你别搞什么某公司 抵销了什么之类的 我把 像这种情况 我把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作为相反的分路 然后把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作为相反的分路 特别是咱们有的同学 还有财务的实物经验呢 我在单位里面 有什么 站错了以后 我用红字冲销 师傅教我的 他说今天这和平报表 听下来呀 既然是多余的 我就把你编这个相反的分路呗 把你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所有业务分路抵销掉 把你子公司所有分路抵销掉 不就可以了吗 不带这样的 那多复杂呀 那我们现在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而且我一笔分路就完成了 你那样做的话 每一个都抵销 那是不愿意动脑筋的 一种想法 一种很胆的一种想法 很笨的一种想法 反正反反一下 把它冲掉就完了 不带这样的 请大家注意 还是要学习 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 是什么呢 购买企业内部购进商品啊 它有一部分对外实现销售 然后另外一部分没有出售 形成寂寞存活 说白了就是 购进来以后啊 有一部分销售 有一部分还留在这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抵销 借营业收入 按照内部的销售收入 带营业成本 不知道 带存货 先把存货解决 存货是内部销售商品的收入 乘以没有实现的百分比一 再乘以毛利率 这是原理 根据提供的条件 可能随时会变的 这样就抵销了 有同学说 这个我又结束不了了 是不是啊 可以理解 一开始嘛 其实大家想一想 第三括号三这种情况 不就是我们前面 括号一 加括号二 叠加在一起的吗 括号一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种情形 构进来以后 全部对外销售 我把它分两部分可以吧 是不是 我分两部分 那一部分是全部销售 这一部分是 全部没有实现销售 合起来不就是括号三吗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一块呢 我们在编制分路时 编制这样的分路 我们就不太好接受 或者说有的时候 编这么两笔分路 我们都不太好理解它 我下面呢 同样的 先举例子 推导一下 甲公司 2022年度 个别利润表 营业收入项目中 有一个亿 系 本年度相提 子公司 A公司 销售商品 取得的收入 成本是8000万 毛利率是20% A公司 2022年 将该商品的60% 销售给 企业集团外部企业 然后 剩下的40% 形成期末存货 那成本就是4000万 为什么呢 因为A 够进来是一个亿啊 一个亿的成本 60%销售 剩下40% 成本不就是4000万吗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甲公司 合并报表上 怎么抵消 我先说 怎么抵消 给大家推导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两部分 60%是一部分 40%是一部分 60%勾进单 全部实现销售 40%勾进单 全部没有实现销售 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原理以外 那么60% 全部实现销售 我们前面不是 讲过一个方法呀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你把这一部分的销售金额 算出来 那不是6000万吗 是不是很好的意见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全部销售 是不是这样的方法 相反 另外40% 全部没有实现销售 借营业收入4000万 这一部分的销售额 是4000万 内部的销售额 然后 带营业成本 实际上就是 它的一个 40%那一部分的 从货的成本 然后带从货 从货实际上 有毛利 是不是啊 毛利 一个亿乘以 40% 4000万 4000万 然后20%的毛利 就800万毛利 那这个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个差额 是不是啊 或者说 是40%这一部分 在某公司角度的成本 某公司角度的成本 这一部分售价4000万 毛利率20% 毛利率是20% 那你的成本不就是3200万吗 好了 今天我们是把它做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那整体呢 就把两笔分都合在一块就行了嘛 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 它不是新的业务 它其实说白了 60%相当于前面括号1 40%相当于前面括号2 全部没有实现销售 然后把它叠加在一起的 叠加在一起 借营业收入 某公司 向子公司销售的内部销售收入金额 一个亿 前面有没有 但营业成本不知道 我先不算它 我教你的方法怎么做呢 我先算存货 你还剩下多少存货 还有40%的存货 40%的存货 它的毛利利益是多少呢 是20% 那么这不就是毛利吗 是不是啊 这个毛利 实际上就是什么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 没有实现的 那么把一万减去八百 就是代方营业成本 九千二 是这样出来的 或者呢 我们编两笔分路也可以 我们刚才前面给大家写了 也可以编两笔分路 怎么可以编两笔分路呢 借营业收入 这样吧 我把前面这个分路一起说一下 刚才讲过这道题 借营业收入 内部销售收入一个亿 是吧 但存货 我先写存货 因为这是固定的模板 熟练以后啊 你就按照我这个固定的模板 来做 内部收入是一个亿 未实现的比例是40% 没有销售实现 然后毛利率是20% 这样呢 我们就算出 这个从货的金额是八百 然后这个营业成本啊 对于那就是差额 九千二 是不是 这是刚才讲过的 也可以分两笔分路做 都可以 我们教材上 有的地方 它就是分两笔写的 有的地方 它就合在一起写的 没有人说 我先把这个分路说 写一下吧 怎么两笔分路怎么写 借营业收入一万一个亿 带营业成本一个亿 它是这样做的 先是按照一个亿 先做一遍 然后呢 按照这个毛利 毛利刚才不是算出来了吗 收入一个亿 乘以40% 没有对外销售 再乘以毛利率 这样算出来是八百 因此它来一个 借营业成本呢 八百 其实合在一块是一样的 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啊 熟练以后啊 我就一笔分路 少写几个字 我们考散上 稍打几个字 而且这一个整体 这本身是一个整体 它不容易 也不容易错的 是不是啊 不会因为说 哎呀 合在一块 我就会容易错的 应该不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稍打几个字 其实很多地方 你就节省时间了 那我说一下 那我写成两种答案 有的可能写成这样的 两笔分路的答案 有的是一笔分路的答案 行不行呢 都可以 没有说谁说 哪一个不行 比如说我们教材上 分路快 来得快 好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这样呢 我们三种情况 是不是就讲完了 来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母公司卖给子公司 子公司全部对外销售 告诉我 底销分路怎么写 借营业收入 但营业成本 内部的销售 收入的金额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母公司出售给子公司 这样我再强调一遍啊 我都是以母公司出售 给子公司为例 也有可能 子公司向母公司销售 也有可能子公司 与子公司之间在销售 我只是以母公司 向子公司出售 为例来说明一下 第二种情况是 母公司出售给子公司 子公司构进来以后 全部没有对外销售 从而形成期末从货 那底销分路是怎么底啊 借营业收入 内部销售收入 代营业成本 代从货 从货都是未实现 内部销售损益 那第三种情况呢 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是不是啊 两种情况合在一起的 那我做题目 我怎么做呢 是不是啊 那其实我下面呢 把三种情况 合三为一 那就是我教你的方法 万能的分路 什么叫万能的分路呢 三种情况 任何一种情况 我都套用这笔分路 都能解决问题 那我们下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推理一下 比如第一种情况 某公司 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收入是一千万 成本是八百万 然后第一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 是子公司构金单以后 全部对外销售 借营业收入 我不管你有没有销售 内部的销售 收入金额是多少 一千万 但营业成本 但营业成本是 内部销售收入一千万 乘以未实现销售的比例 我刚才讲 第一种情况是 全部对外销售 全部对外销售的 那每一实现的是百分之多少 那就是零 全部对外销售实现了 就说明百分之百实现了 百分之百实现的 那未实现就是零 零毛利率 毛利率 那结果是零 那就没有存货了 所以营业成本是差个多少 一千 好了 翻到前面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全部对外销售的情况下 解销分头是 借营业收入 但营业收 成本一千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接下来第二种情况 母公司卖给子公司 子公司 全部没有实现对外销售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借营业收入 我始终都是一千万 是不是 但营业成本不知道 我先把从货切出来 从货 内部销售收入是一千 乘以未实现销售百分比 全部没有实现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比就是百分之百呀 一定要注意是未实现的 然后呢 乘以毛利率百分之二十 那不就是两百吗 是不是 两百呢 你差了多少 八百 OK 那看一下前面 你们发一下前面答案 是不是这个答案呢 好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 再看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假定啊 我现在口头举例子 跟刚才另提那个数字不一样的 某公司像子公司销售商品 还是一千万 某公司像子公司啊 就像某公司像子公司 销售商品是一千万 成本本来是八百万 因为的毛利率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子公司呢 请注意 子公司啊 对外销售了百分之三十 销售了百分之三十 还有百分之七十 没有对外销售 那我们抵消分数怎么抵啊 借营业收入 我不管什么情况 你内部销售价格多少 一千 那就还是一千 但营业商品不知道 我们都是带从 把从货算出来 这就是我前面 要告诉大家 我甚至不要写两笔分度 不要像教材那样 写两笔分度 我合在一起写更好 它是个整体 内部销售收入一千 乘以未实现销售百分比 假如百分之三十对外销售了 百分之七十没有对外销售 那我就乘以百分之七十 没实现的 乘以毛利率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哎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百分比算出来 这是多少啊 一百四 一百四 那带营业车门多少 差额呀 差额那么就多少 八百六 就行了 或者说题目改一下 他说百分之四是对外销售 百分之六是没有对外销售 那随便题目怎么改了呗 是不是啊 我是万能分路 随便你什么情况 你都可以带进来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前面三种情况 都可以 最后推理完以后啊 我们发现三种情况 不要搞三种情况 统一这样一笔 万能分路 以后我们做题目 我们所有的这个重货底效 当期构进商品的底效啊 我不管你是全部出售的 全部没有出售 还是出售一部分 保留了一部分 我都统统用这笔分路来绩效 OK 这样不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吗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 二十一题来看一下 假公司本期啊 我把它假定是2022年 个别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 有五千万 系向A公司销售商品的收入 顺便说一下啊 因为题目我把条件成的简单 假公司就是某公司 A公司就是那个子公司 销售商品的收入 五千万 该销售成本是三千五百万 毛利率百分三十 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毛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然后A公司在本期将 内部勾进商品的百分之六 是直线销售 那就是一部分对外销售 一部分没有实现销售 销售收入是三千七百五十万 我问大家 这个三千七百五十万 是内部的销售金额 还是外部的 当然是外部的 是A公司购进来以后 将其中百分之六十 对外销售的价格 三千七百五十 那这个是外部交易 你不用考虑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啊 要把这有的条件呢 要把它筛除掉 这是我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方法 你想一想 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要受它干扰 有的考试题呢 有的它会把这个题目条件告诉我们 唯一的目的就是误导我们 干扰我们 我们的内部销售收入是这个数字 五千万是不是啊 好了 成本是三千万 对的 因为你买进来的时候 A买进来是按照五千万的成本买进来的 你百分之六是对外销售 成本是不是三千万 毛利率百分之二十 也能看得出来 毛利率是百分之二十 该批商品的另外百分之四是 形成期末存货 另外百分之四是的金额是两千万 对的 两千万怎么来的 五千万乘以百分之四十 没有对外销售 那成本不就是二千万吗 是不是啊 好了 这是各位报表上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今天我们做题目时 那就可以用前面刚才万能分路了 是不是啊 万能分路怎么写 不用看后面答案 我们一起来做一遍 借营业收入 不都是固定的模板了吗 内部的销售收入 金额多少 5千 然后贷 营业成本 不知道 我因为我先要把存货算出来 贷存货 金额多少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多少呢 就是 A公司剩下的存货 没有实现的这一部分呢 它的毛利是多少 或者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五千万乘以百分之四十 如果按照前面那个模板 万能分路的公式 是不是这么说的 内部销售收入 乘以未实现的百分比例 未实现的销售的比例 百分之四十 再乘以毛利率 是这样算出来的 是不是啊 毛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其实我们做题目 也不一定 一定要按照我们刚才讲 那个模板 你可以这么想 这不就是两千吗 带存货是什么呀 是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就是没有出售的这个存货 它的毛利 它的毛利是多少 就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存货是两千 两千的毛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那它的毛利多少 毛利是六百 毛利是六百 那这个六百出来以后啊 带成本 营业成本 差额呀 四千四 那就出来了 这就是万能分路 随便你说 卖了多少 没有卖多少 是不是 你说卖了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 都可以 随便题目怎么改 我都可以用 用这个模板来做 下面看一下答案 借营业收入五千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没有实现的毛利 两千万 这一部分的毛利是多少 百分三十 那就是六百 所以营业成本 四千四 或者 两币分路 也行 我刚才说过了 是不是 都可以 那就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先不管它 先按照五千万 先做一遍 然后呢 再把这个毛利算出来 六百 专门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一回事 是不是 那其实我一个整体 就完成更好 好 这是书上这道理题 到这为止呢 三种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括号四 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 是什么呢 企业构进来以后啊 将这个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这也有可能的 某公司 是生产复印机的企业 复印机是它的产品 子公司 从某公司 构进这个复印机以后啊 作为这个办公设备 是固定资产 那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相当于 从企业集团一个部门 领用这个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此时 合并报表上 应该怎么抵消 怎么抵呢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资产原价 按照未实现内部消除税 因为这个时候啊 大家想一想 站在某公司角度 站在某公司角度 个别报表上 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了 然后站在子公司角度 它把它构进来 作为固定资产 而站在企业集团角度呢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相当于从一个部门 领用一个库存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是固定资产 所以涉及到固定资产 原值需增了 需要提销 怎么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几个例题来理解它 B公司为假公司的子公司 假公司于2021年12月份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B公司作为固定资产 售价是5000万 成本是4000万 B公司以5000万的价格 作为固定资产主战 对的 它是5000万买来的 作为固定资产主战 用于行政管理 不需要安装 当月投入使用 B公司2021年12月份 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呢 占并价值是5000万 对 因为它当月构建的 还没有具体折旧 是不是 还是50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说 还不考虑减值 这是在个别报表上 是这样的 那今天 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就这个地步交易 怎么抵消 我先画一个板数 也是给大家推理 站在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将这个商品 出售给子公司 确认收入5000万 接转成本是4000万 然后子公司 购进来以后 按照5000万 作为固定资产原值 但是 今天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其实相当于 一个部门 从另一个部门 领用它的生产的产品 作为固定资产 说白了 类似于我们在学习 固定资产时 所讲过的 再建工程 领用库存商品 领用库存商品 应该按照 库存商品的成本 结转 如果不考虑减值的话 应该按照成本 结转 意思也就是说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的成本 应该是4000万 而不应该是5000万 那说明什么 说明在某公司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固定资产虚增了1000万 要抵消掉 同时呢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就像我们在固定资产 那一张学习过的 再建工程 领用库存商品 你这个库存商品 能视同销售吗 不可以的 就是直接结转过来的 所以在个别报表上 你是不能确认收入 结转成本的 这些都需要抵消掉 我们下面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看个推导 在个别报表上 某公司怎么做的 两笔分路 确认收入结转成本 借银行存款5000 带银行收入5000 然后结转成本 借银行成本带存货 这没问题吧 然后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上5000万买来的 借固定资产带银行存款 这是个别报表上处理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请注意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相当于 再建工程 领用库存商品 要按照扎面价值阶段 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你这个固定资产 入战的金额 应该是成本入战 我们在固定资产 那一章不是学习过了吗 借再建工程 带库存商品 带原材料等等 都是按照 直接按照它的成本 结转过来的 意思也就是说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的 原值 入战价值 应该是4000 带存货 这就是再建工程 领用库存商品的分路 这是个别报表角度 是这样的分路 那么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银行存款 与此公司的这个银行存款 抵消掉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还有什么 可以抵消的 本身在个别合并报表上 要借固定资产4000 是不是 所以说明固定资产 还多了1000 多了1000 因为合并报表角度 我本来就要有这个4000 存货4000 这个存货有 这个正好有的 那么剩下谁多了 多余的 你看这一个多了 营业收入5000 贷房一个5000 营业成本 借房一个4000 也多了 然后固定资产还多了 借房还多了个1000 是不是 因此我们在合并报表上 把你这些多余的 编一个相反方向的分路 把抵消掉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资产 OK 这样一抵消 就得合并报表的结果就出来了 合并报表结果就相当于是 领用库存商品 转为固定资产 直接按照4000万入战就行了 好 那就有了我们现在这笔分路 其实这笔分路 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库存商品是类似的吗 我们前面讲的 某公司卖一个子公司 子公司购进来以后 没有对外销售 假如这道其实购进来以后 作为存货 不是固定资产 那我这分路是 借营业收入5000 带营业成本4000 带重货1000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无非是 领用进来以后 作为固定资产 那么固定资产虚增了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固定资产上5000入战的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应该是按照4000入战 意味着个别报表上 重货固定资产虚增的 把它抵消掉1000 然后在某公司角度 是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结算成本的 把这两个也抵消掉 不就有了这笔分路吗 所以我们前面讲 重货的时候 三种情况 合在一起 一个万能分路 今天在固定资产里面 照样是实用的 合在一块 都挺好的 是不是 做重货 我也是这样 合在一块做 做固定资产 我也是合在一块做 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搞很多翻项 很多类型的 好 有关固定 领用固存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 就这样来抵消 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无非把重货 改成固定资产原价 就是了 你这个金额的性质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实现内部消除损益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前面还有一个小问题 说明一下 因交增值税 同样不用计较 这个前面解释过 那是外部交易 甚至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的题目 为了混淆我们 他说 子公司构进这个固定资产以后啊 甚至还需要安装啊 还需要运输啊 发生一些费用 只要题目告诉我是外部的 安装费 运输费 题目即使有 我们不需要抵消这些 好 这就是第四种情况 比较特殊的 跟固定资产相关的了 好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 企业集团内部当期构进上面 注意要是当期不是连续的 就本期构进商品的三种情况 一 全部实现对外销售 二 全部未实现对外销售 三 部分对外销售 部分没有对外销售 给大家推理以后啊 最后来个总结 一笔分路 万能分路 把三种情况都解决了 然后我们再学习了一个第四种情况 就是构进的如果作为固定资产 怎么处理 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期我们再见 拜拜